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時尚玩家2007年開播之景 已經有17年了 有許多的主持人還有來賓 個個都相當的優秀 是的 不管是在節目擔任主持人 或者是來當過來賓的 個個都相當的出色 除此之外 這一次時尚玩家賈布雷 也擔任重責大任 要帶所有的觀眾朋友 以及入圍者來去吃美食 首先我們就跟著 以此時此刻入圍 超級奶爸獎的楊明威 明威哥一起去吃他的 小龍燙包店 以及這一次備受矚目 有生之年的熟子檔吳咖元 還有最具潛力心眼獎的 謝展榮要來去吃早午餐囉 真的不得不說 今年的入圍者真的是 一個比一個還要來得優秀 果然有來上過時尚玩家的人 都是一些精英 這可是當然的 來 金鐘獎 Let's go 康榮 康榮 康榮好 嗨 康榮 等一下我們再好好聊一下 先幫你們把菜點完 這一家早餐店我知道 對 妳知道是不是 我們今天要吃的東西 是比較新的菜 還是後面心心調整的這樣子 我們的重點 我們重點是要來跟康榮 好好聊一下 妳為什麼讓他們兩個站在這邊 站在這邊什麼意思 他們要吃點早餐 找個位置讓他們坐一下 不是 因為通常我們是要 換雞位了 然後我們會再聊 但是因為妳帶過來 所以我們只好繼續聊這樣 我太趕了是不是 那我們換一下雞位 大家等一下 我第一次吃早餐就很開心 對 妳好好講 這什麼意思 因為之前都跟我吃 這一次是找的 鮮肉跟高級肉 它不像雜肉 高級肉 快要撿起來 來 對 因為我剛剛想說 怎麼會要去苗栗之前 把我叫來這邊 但我現在心浮空 她剛剛有點情緒 她覺得說為什麼我們要去錄 一整天的食尚玩家 還要來這邊吃早餐 就下車看到妳知道 因為是有目的的 她的眼睛沒有再飄到我這邊來 我之前也沒有飄到我這邊 對 但是不是 我們工作的時候還是要遇到 沒辦法 好 請用 今天怎麼會跟她約在早餐店 對 宣傳 對 我幹嘛 真的 所以宣傳跟早餐店有關 早餐店有關 因為她新拍了一個戲裡面的角色 跟早餐店有關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她演戲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團隊 也是非常厲害 有心如姐 你看製作人 小杜哥也是金鐘 金鐘編劇 金鐘導演 都是 所以我們就想說 藉由這個情境 讓觀眾也了解一下 拍戲的一些狀態 介紹一下 對 講一點什麼 我問那個 叫什麼 說展榮 展榮 你飾演什麼角色 在戲裡面我飾演高陳佑 這是我的阿佩 你的阿佩 是不是 她是高家園的 爸爸的哥哥 就是 一整家人的故事 一整家人的故事 所以你們家是開展的 這講不好 我們家是開早餐店 然後 她這個戲其實就是在講 高家每一個角色都有 她那個年齡層的角色 遇到的掙扎 然後每一個角色的曲線 也都有非常多成長的回合 對 對 你是第一次演戲嗎 是 第一次演戲 第一次演戲 康然哥聽不下去了 你要不要補充 因為我們來之前 她的背很久 沒有 她的手機在那邊一直背 我想她們在背什麼 等一下我不會照著講 她就說 那怎麼辦 沒有 就是真的是 這個戲真的讓我學習到 很多東西 又是第一次 然後只會遇到這麼多 專業反對 特別是這個 許照任任導 她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其實我們提個導演方式 你還在導演 你有臉挫挫的感覺 對 跟你開玩笑的 如果可以的話 小包願意一下 剛剛就看得了說 你們這個團隊 其實是現階段台灣 我覺得 在戲劇的製作方面 是非常好的黃金陣 謝謝 然後又有看完哥在 他這個演戲沒話講 這個 入圍就像你知道 隨便點個早午餐一樣的意思 家常便飯 我們出早餐 出早餐 出早餐 這家店真的是從板橋裡面 算是很早以前 就算是很出名的一家店 對 真的 對 然後很多的蔥味料理 像你吃的這一個是 他們最新新創的 它中間這塊排骨 是用很好的鯉肌肉 然後用紹興酒下去醃漬下去 然後還做成早午餐 通常會做在便當裡面 但還把它做成早午餐 我覺得是滿特別的 而且他們家就是一定要吃 這種半熟蛋 對 我們看人哥一人一半 OK的 OK的 然後它這個也是 我覺得滿特別的 是用那種 像胡咬豬三餅製 是以一個掛包的呈現的概念 但是我們把肥的三層肉拿掉了 然後把那個掛包比較容易 遇到花生粉會撕掉的那種感覺 把它拿掉 所以放成這樣子 然後再包一個蛋進去 就讓大家享有這種感覺 你們戲裡面要自己做早餐嗎 因為你們開早餐店 是真的要去吃飯嗎 有 真的有去 真的有做早餐店 中式還是西式 中式的吧 那種早餐 豆漿煎煎包 然後包子那種蛋餅 蛋餅 偏西式 偏西式 美人美人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戲裡面洗香歌 像哲席都有在做早餐 真的 是特別去學 怎麼用那個鐵斑 它好像真的去學 有這種 滿期待 什麼時候會上 9月17 9月13號在TVBS可以看到 在那之前很多地方看到 OK 好了 我覺得還是 還是滿期待的 因為真的 畢竟真的這個組合 我覺得 明年的金鐘獎 又要多幾位入圍了 這樣就覺得要哭 我是不敢想 對 我覺得這個雞腿很好吃 這是新產品喔 對 它這個叫什麼 什麼一拳必殺 什麼雞腿堡 它裡面用的那個是 我們那種牛排店裡面 那種大雞腿 然後而且它加蔥花 跟它的蜜製香料 我覺得是一個超級中式的味道 很少這種土食 會加蔥花 對 因為通常外面 比較多的雞腿排 都是用那種現成的味道 我覺得說 它那個味道調味沒有那麼好 它是用很新鮮的雞腿排 再加他們自己的香料 再加蔥花 我覺得很棒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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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會想要一直拍我呢 謝謝 哈囉 今天節目的鏡頭比戲劇的鏡頭 還要有想像力 因為我可以側面亂發 注意了 這個這家店 老闆超帥的 我跟你講 來... 老闆真的超帥 老闆帥 等一下... 沒有 超帥的 你看 不好意思 我們三位 老闆真的 不行 小老闆也很帥 沒有 我爸帥 我爸比較帥 其實最帥是我們工作人員 每個都很帥 年輕的妹妹就是為他們來的 真的嗎 聽到沒有 年輕的妹妹都為他們了 所以單身的男生 想來這邊吃也可以 剛好你就看到哪個單身的女生 你就剛好聯誼 直接相親 對 這家拍多久 兩個月而已 新的品牌 老團隊 所以就算全部其實都是你在弄的 其實不是 幫幫我規劃 規劃... 規劃... 阿翔 阿翔創意 但我是世界是會包 真的嗎 真的... 你這樣講他們會想要拍喔 真的假的 長小就會了 真的嗎 游泳一樣就是你學會 就不會忘記 講成這樣子 拍他包 拍我的廚房嗎 還是包 來囉 我們要包的是好看可以賣的 你OK吧 可以吧 現在看是感覺真的有頭髮的 因為我很久沒有包了 所以現在這個 預防針 技術已經沒有以前好了 他其實是真的會的耶 而且感覺那個摺數做得很漂亮 好快喔 可以啦 好快 很漂亮耶 是不是 這真的很漂亮耶 沒有騙人吧 我像子余 抱一個就算跟我插得不少 好不好 抱一個 我這也很棒啊 對不對 可是我抱得特別這樣 我這個是有點... 因為我小時候在國外頭 這是有點美式 我就是豪邁 有沒有 你看 OK吧 愛心 看我還有個愛心 有沒有 你們自己看 你猜哪一顆是我包的 誰的啊 誰的啊 誰剛才 但我這個是可愛的吧 他真的很醜耶 我猜哪一顆 你過 你這來包 你這來包啦 我看你多厲害 對啊 我們是要小籠包不是燒賣喔 大哥啊 這個是燒賣的包法 對 好 不是啦 小籠包啦 你看阿牧 這是你們比賽的決策 我們剛剛包什麼 你們包的決策 那這種你有聽不懂 蒜蒜包整個燒賣的決策 燒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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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一定好吃 對不對 因為你的那個沒有那個地口 所以說口感一定很好 超特質 老闆吵得帥 要不然講話 是不是 而且做人還很好 對 對不對 老闆吵得帥 好酷喔 原來內餡好嗎 對 基本的基礎好 線好 它怎麼包都好吃 對 好酷喔 對不對 可以吃正常了嗎 可以吃正常了 可以吃正常 沒有 你的臭豆腐 我怎麼太臭了 對 我講你怎麼給我過來 很臭 為什麼 很濃 那個肉醬味滿滿的 然後這個的餡料 對 當然在你包的餡料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瓜哥 這個真的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這個湯汁會比較多一點 對啊 對不對 對嘛 對不對 有差嘛對不對 你看這個 拿你的剛剛 然後進去吃軟 然後再吃蛋 我也覺得 因為它的指數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麵粉的筋性很好 搭配那個內餡肉吃的感覺 這個有一個順序 原味吃完這個可以再吃 腳發酸 腳發酸 然後胡蘇瓜就是 包裹可以單配一種 那個的 加熱 胡蘇瓜本身出水出的 所以它就香脆的 主要是脆口的那樣子 對... 對... 太脆了吧 因為咬下去的時候 你是口感會很豐富的 而且雖然說 你說它的汁沒有很多 但它其實水分還是充足的 而且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腳發的那個 蔬菜的清香味的成分 甜度是很高的 而且再加了一顆整顆的大塊 我感覺成色會更高 真的 對... 濕濕濕濕濕 然後才會來個清熱蝦子 慢慢的 然後那個皮上面咬下去的時候 又帶有麵粉的筋性 這個是松露結隆 松露結隆米飯 它很高 這個... 好像黑醬汁 麻煩 我這邊都聽不了 松露結隆飯 它很強 你快上包 我快上去 幹嘛 這個是松露結隆飯 它很強 對 因為松露味道比較重 你建議是最後再吃 對 太濃了吧 那咬下去松露 它不洗成分 大家都出來耶 對 它在你嘴巴感覺是有點像 來討債那種感覺 就是你咬過它 它就像拽過你家的門 就是 然後就松露像這個感覺 在嘴巴裡面 腦脫喔 衝出來很猛耶 這個是賣越多越沒錢 不會 對 OK 你... 你怎麼這麼低的聲音 這個真的是鋪魚要臭 這個車肉不是什麼 車肉本身是沒有味道的 那我們自己調製的 我們自己可以比較 這個叫麻辣椒 車肉我們拿這個麻辣椒 是絕對 很軟耶 我覺得那辣度滿舒服的 對... 它是肉末嗎 肉末... 我們是用絞肉炒的 這樣吃起來很特別 沒有吃過這樣子的口感 因為它其實炒完 它是已經吃過那個肉的餡料 對... 那這個酸辣湯味 基本上每家那座酸辣湯 就是各有鮮丘 它有兩種 一種是辣椒辣 那我們是白胡椒辣 胡椒辣 胡椒辣是才是比較正常的 比較正常的 就是要靠白胡椒去烤一口 對... 對 很多耶 夠鑽又辣好爽喔 然後像一般有些的 可能就會剉那種很細的絲 但在這邊是給你大口 飽足感的感覺 都是大塊的 又酸又辣又爽 真的太棒了 而且其實我們的餐廳 有一個很大的特殖 就是吃不久 因為上菜是不是都很快 特別如果你跟你的家人 感情不好 或者是跟你的朋友 聚會所在的太太的 來吃我們就再吃 30分鐘的時間 其實差不多就結束了 所以說話聊聊雞子哈子 再約... 又可以享受到美食 也可以保持你個人的人際關係 又爛嘛 你會覺得很尷尬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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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場的做不久 真的直接吃 你不覺得時尚玩家是真的很厲害嗎 怎麼說 你說來聽聽 只要好像有來上過時尚玩家的人 基本上遲早都會入圍金鐘獎 這節目有那麼學習的嗎 讓我來舉例給你聽 你看來過兩次的彩花姐 以及三年前來上過 魚肉鄉民的 柯友倫 友倫哥 今年都入圍了 意志及時進節目主持人獎 是 而且可以現在看到 彩花姐現在走在紅頂上 今天穿著非常華麗的禮服 你看那個大長裙真是美 友倫哥也是非常的帥氣 也預祝兩位今天可以勇奪金鐘 重要的環境還是要有 金鐘獎 Let's go 像 她說是為了你開的 這次是真的為了你開的 其實我們剛剛那一家雞蛋糕 雞蛋燒店 她不是其實在那邊有點了嗎 是 有點 她是認真想 因為每次我們在節目上點了之後 店家都覺得我們在開玩笑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去對面逛街 然後出來就想說 雞蛋燒好了沒這樣 結果她以為她在開玩笑 所以就沒做她的雞蛋燒 真的喔 然後我們在想說那現場點好 她說他們走了之後 她剛接到100顆的訂單 對 真的 她接了100顆訂單 然後你看剛才玉米也是 我們走了之後 現場接到說後來她不接單了 她不接了 對 她賣到不接單了 很多人在旁邊買 你看多少人看到你之後 絕望再也不做生意 是生意搶搶盪到沒有辦法再做了 錢算夠了 對 我是財財 財財財財財財財 你每一間店都旅入均誕 都有去廁所給她上菜 對 所以 浴水折八 對 夜深了 要來這個廟旁邊的深夜食堂 我們要進去尿尿 對 而且這家是妳愛吃的 拉麵 對 怎樣吃6點開到10點半 就只開了4個半小時 天啊 是生意好到就 每次都好 它不需要多賣 就賣完了 就在這個時間就 這裡面的位置夠不夠大 夠啦 難過位置 是喔 這個我就要來試試看 那看了 又去放了 哪一家它都上 對啊 雨露均沾 我先錄好了 娃娃姐 妳晚上怎麼放 我們先上菜 老闆娘 我們先上菜不要管它 老闆 老闆娘 妳在白色 別那麼黏得好 會很黏 真的 我今天到那邊 很激烈 很激烈喔 對不對 妳愛吃拉麵 但妳吃一般普通的拉麵 Shit Shit 所以但妳吃冷的 冷拉麵 妳看它那個胡麻喔 對啊 怎麼老是跟妳們胡家都有關係 胡辣椒 胡麻麵 妳那個麵聞起來好香耶 怎麼冷麵會聞起來那麼香啊 妳怎麼會聞太多啊 妳真的很喜歡吃耶 我真的很喜歡吃拉麵啊 這麼厲害 老闆娘 好好吃喔 老闆娘 你怎麼有點男性化 真的好吃 你怎麼會想要做到冷的啊 因為其實以前做的行業別是 也是日式的相關 其實從事這一行日本料理 其實也滿久的時間了 但是後來自己出來創業 因為來到桃園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修正一些 桃園這邊的顧客 對日式料理的一些感覺 它這個麵器其實是用拉麵的麵體 就用冷的翅膀 所以味道比較特別 跟台式那個麵是不太一樣的 油麵不一樣 對 這不是油麵 這是拉麵 你們醬汁又是什麼樣的醬汁 醬汁我們是用日式的那種 芙麻的調味料 它有一種是黑芝麻 一種是白芝麻 所以我們是用兩種芝麻 這真的不得了 好誇張喔 這是誇張到好吃 真的啊 真的到爆耶 這你幫我打包好不好 沒有啦 現在我就不會吃 要怎麼保鮮包呢 不用吃 我一定好吃 我要帶回去吃 沒有啦 這是什麼 這個是 來... 跟著我唸 跟你唸 日式 日式 紅醬 手打 手打 後漢堡牌 後漢堡牌 中間這個又是什麼 這是什麼 牛肉豆腐西味燒 旁邊這是 那個是日式的辣醬 再加上那個白蘿蔔泥 這是配著豆腐跟肉一起吃 對 配著豆腐 然後一點豆花 一點豆 那個很下飯 它會比較接近 壽司燒的口感 老闆 我那個麵可不可以改代 我剛剛說三份了 對 你剛剛說四份 我可不可以改四份好不好 那這肉要做很久嗎 你家人口多 肉我們都是 溫體的肉下去現打 對 所以這一道料理的部分 時間會用得比較長 這是什麼 牛肉豆腐西味燒 好好吃喔 這是還一口飯 這個啦 這個配飯啦 怎麼了 你看它的洋蔥丁是大塊的 然後它的洋蔥吃起來是甜的 我最喜歡甜洋蔥了 出整個叫 不懂的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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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啊 我跟妳講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內斂... 不能讓人家發現它有多好吃 會 但又好好吃 要用這個 我怎麼好像看到瓜哥 而且你們的白飯也很好吃 粒粒分明 這真的很誇張 因為誇張到不行 妳是故意放洋蔥 放這麼大塊的 它洋蔥好甜喔 對... 有口感 有咬勁 因為有時候吃漢堡牌 怕就是只單純在吃它的肉 有瘦肉 吃到後面很膩 油膩 又要油膩 對 但搭配這個洋蔥很輕鬆 這間一定要來吃 我告訴你 來桃園一定要來吃這一家 妳做要多久時間啊 漢堡牌 漢堡牌一般我們從客人點好 到製作差不多20分鐘 妳要外帶喔 對啊 外帶一份就20塊嘛 對 我可以點兩份嗎 可以 可以幫我做囉 真的很好吃 四份冷涼麵 兩份麻辣拉麵 麵跟麻辣 分開 好 那個牛肉 豆腐 雞味稍微 也來一份 都外帶 好好吃喔 而且加上因為它的飯也好厲害 我們今天明明吃了一整天 對 為什麼到今天還這麼餓呢 到最後一間還很餓 還可以再嗑飯 沒有什麼原因就是好吃 我們現在知道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洋蔥對漢堡牌來說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而且它胡椒粉的味道也好香 原本老闆他們這間店 是在南門市場 所以後面我們看到的這個攤車 是怎樣 就是原本他們在外面營業了 然後現在搬進來了 原本我們是一個鹿鹽大廳 然後就只能做四個味道 好可愛喔 然後賣到現在開家店 然後養兩隻財犬 對 那你是 養兩隻財犬 好乖 沒有啦 再交給了 那你是因為哪一個品項爆紅 我們的冷拉麵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漢堡牌的話 通常都是有來 吃過冷拉麵之後 他們第二次來訪的時候 他們會試吃看漢堡牌這樣 漢堡牌 真的 拜託你如果很愛吃漢堡牌 一定要來吃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喜歡吃冷拉麵的 你一定要來吃它的冷拉麵 如果你喜歡吃豆腐氣味燒的 你可以來這裡吃豆腐 一定要來吃 好好吃 你要我們的店 沒有 還有啊 你要總結啊 總結啊 如果你來桃園沒有來這家店 或者我們介紹的店的話 你真的會遺憾中生 終生遺憾 莫莉漢堡 莫莉漢堡 就是只要來天母的人 如果沒有講到莫莉漢堡的話 你就離開天母 假天母 不是 就離開天母 這麼虛組耶 很嚴格... 真的 你一定要知道莫莉漢堡是哪裡 因為它是始祖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從 比如說念書從國外回來嘛對不對 要去裝一下的地方 就一定要去莫莉漢堡 吃過莫莉漢堡 大家知道天母來的 對 就在這邊 Steven 預備 Yeah...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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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ger Yeah Milch 但你們都是叫莫莉漢堡堡喔 好像有個短名字 還有更短 媽... OK 我們學起來 Ga de ma Ga de ma 比較義大利的說法 我覺得就是 然後剛剛有做錯的店家 Ga de ma 我剛剛在裝耶 對啊 沒有 真的好吃 因為它看起來跟其實外面的漢堡店 其實差不多 對啊 發現一個它滿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漢堡上下層 是有烤過的 對 因為你看這邊 對 對 它這邊都是有烤過的 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有脆的感覺 而且它很厚耶 這個 這4盎司了 它跟妳臉差不多 那個嘴巴要很... 咬盒又很大 妳有辦法一口咬整個嗎 我覺得可以 妳剛剛... 太大了 沒有 妳一定要雖然把我都可以把它捏一下 可以捏一下 可是捏就很怕不對了 好 那我來試試看這個 妳咬盒超大的 阿樂嘴巴很大 可以長很開 妳像一個鱷魚一樣 妳看看 好吃 好香喔 好香 咬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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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 我知道 妳是偏英國的 巴黎回來的 巴黎回來的 最有好吃的漢堡呢 它是吃一個兒時的回憶 就是那個肉呢 有一些地方它就沒有這麼新鮮 所以妳只要吃到新鮮的肉的時候 就是妳會覺得說 哇 這個漢堡與眾不同 而且它的肉是有肉汁 有肉汁 不柴喔 然後再加上我這個有蘑菇 它是剛好配合融合在一起的 它漢堡的塗醬 都是在這個漢堡皮上面 所以我這樣咬 它沒有任何的汁會流下來 有啦 對 不會阻礙到 很多會妳知道 吃完那個時候很渣 它完全沒有 可是它的醬汁卻是佈滿整個 它其實它醬汁給很多 對 但它就沒有留下來 黏鑼得很好 對啊 特別的醬汁 對 黏鑼 好吃耶 好吃耶 真的很厲害 妳也有吃過黏鑼了 對 不用講太多 有時候你知道人生 不要浪費時間 講個名字對不對 我知道以後問別人說 來 天母你吃過什麼 黏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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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母人 OK 認證吧 很酷耶 你幫他另外取一個名字耶 不如我們今天在旁邊開另外一家好了 它就叫黏鑼 黏鑼 但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洋蔥圈對不對 對耶 這個洋蔥圈 應該是我最近 自己看到榨翠大塊的 超大一塊的 這個它其實是另外一家 我找到的一個漢堡店 當然它的漢堡也好吃 那它的洋蔥圈呢 我一吃就上癮了 國外的洋蔥不知道為什麼 都特別大顆 然後特別新鮮 那這個呢 就是我回到台灣之後發現 哇 它接近那種 外國的口感 而且洋蔥圈最害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吃下去的時候 很快那個炸的皮 跟洋蔥就分開了 對 對耶 就分開了 他們不合 你試試看這個 好 用手 然後沾這個番茄醬 他們在一起 他們絕對在一起 那個 那個 白癮 你叫什麼 梅伙 梅伙 他們在一起的 洋蔥跟皮沒分開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因為它的洋蔥是鮮甜耶 對 我懂它說在一起的感覺 它的粉跟洋蔥好像是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的 對 其實我找到這些店 都是在 要謝謝我太太懷孕的 這一段期間 對啊 太懷孕 你趁懷孕的時候 跑出去那麼多地方耶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太懷孕的時候 她有一天突然說 老公 我想吃洋蔥圈 我傻了 我傻了 我真的傻了 我想說 我要在這個時候 去哪裡找洋蔥圈 那我就跑到一些 比較連鎖的店 基本上都沒有洋蔥圈 剛好經過這家 我一走進去 我說老闆 你們有賣洋蔥圈嗎 他說有的時候 你知道我直接眼淚都掛在 因為它好像救了我 你知道嗎 然後就立刻買回家 吃下去 流淚 肚子裡面的那個流淚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踹了兩下 好吃 好吃的時候在肚子裡面 太耳也認證 它會有反應的 對啊 好好吃喔 你們真的一直吃耶 對啊 這真的化爽脆的 好好吃喔 然後看這個風 那老婆懷孕這中間有沒有 她吃的東西 不會大變快的 然後就突然很想要吃酸的 我太太還好 算是 因為有一些她們會吃的 然後又吐出來 對 很辛苦 沒有 我女兒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完全就是享受美食搭餐 做妳的事呢 我就是一路胖 你知道嗎 對啊 一路胖 胖到連偶像劇都不找我了 真的 真的 我有去面試嘛 你知道嗎 然後我一直走進去 他們說 剛剛吃N科嗎 你有被嫌的時候胖嗎 對啊 我跟你講 好傷人喔 對啊 而且是偶像度身耶 沒有 因為洋蔥了 洋蔥了 洋蔥了 我知道 對 這時候就快洋蔥 我們再吃洋蔥去啊 沒有 就有時候你遇到好吃的食物 然後遇到太太懷孕 你沒辦法 你知道那時候只好接受 告訴自己 沒關係 好好的吃 人生那個階段 就胖吧 不用怕 對啊 但沒辦法 因為就是這10個月嘛 對啊 這10個月還好 然後我花了快一年都還撿不回來了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變成女兒吃不完的 我要把它吃掉了 我要變好爸爸 對啊 都鬆下來 對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記一下廣告 沒禮貌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 還有哪些人是 今年金鐘入圍名單 跟時尚有關聯的人 時尚玩家從以前什麼 莎莎 巴鈺姐 這兩位到現在的 每一個女力相當堅強 聽你這麼說 好像是 你看過去我們這個 多次入圍金鐘的巴鈺姐 過去在時尚玩家可以說是 瘋脖子般的表演 太好笑了 還有我們莎莎姐的 美貌以及專業的主持 都是我們當時的收視保證 時尚的女藝真的是頂得無話可說 真的 而且這一次入圍金鐘 吳酒最佳戲劇女配角獎的 這個方志友 也曾經在食尚玩家的瘋狂 總部擔任來賓喔 金鐘獎 Let's go 你看它這邊一般的臭豆腐店 它可能就是賣臭豆腐 對 蚵仔麵線 對 就這樣差不多了 差不多... 它這裡幾乎可以吃到 整個豆腐全餐耶 你怪它廚房這個區塊 這邊是在煮麻辣的 然後那邊在用蒸的炭烤炒 從這裡就是油炸雞 對 炸的 對 你想要吃什麼品項都有耶 而且雷哥說 一定要吃他們的炭烤臭豆腐 他說一定要吃 對... 好喔 老實說我都發現很多不一樣的耶 是 烤的 麻辣的 通常是像這一種的跟這一種的 這一種 對... 中間比較少見 這個是炭烤豆腐 豆腐 對 然後這個是它的沙拉 就是有點像沙拉香臭捲 你先從那個炭烤的開始好了 他說他建議你把它中間 挖一個洞 然後塞那個泡菜進去 挖一個洞 他建議 挖一個洞 這什麼好意思 很吃 我的媽啊 這一口就是泡菜的那個 那個爽脆感 然後進來下廁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醬汁很特別 它在外面都有炭烤吧 烤得這樣恰恰的感覺之外 它加上它的這種 偏酸的這個醬汁 會讓你直接一口接一口 就覺得很帥氣 再加上它外面這個泡菜 泡菜它是屬於脆的 還是炭的 它是豬油解膩 裡面含水量十足 好寶寶 你是寶寶夢 寶寶夢耶 皮咖啾 米粉皮咖 好這個耶 寶寶夢 我終於來到現在沒有吃過 那麼多汁的做豆腐 真的 而且不會做啊 這個就不會香 他們的豆腐 不是用化學藥劑去發酵 它是用那個叫做青草乳 青草乳 就是用一些中藥 然後天然的東西去給它發酵 所以它發酵時間又要花比較長 成本也比較高 但是吃下去不會有那種 澀澀的味道 或者是沖鼻的味道 沒有...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麻辣的 小心喔 它一咬下去裡面好像水舞 真的耶 水舞噴泉的感覺 我的天啊 你看它中間那個孔洞 好吃的地方 跟它這個孔洞很有關係 對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孔洞 平均的吸飽了所有的湯 然後它的豆腐真的不錯 一定不錯 吃起來是甜 香 帶一點點微酸 但這個酸味會剛好開你的胃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味道耶 好吃 我喜歡... 我不知道你們剛剛吃 那個烤的是不是也是 一邊吃還要一邊吸 對... 它是一個很稽核的豆腐耶 對 你會感覺一泡到湯汁它就是狂吸 對... 對 不然你會覺得我們兩個 好像準了突然流口水 對 他們吃真的超多的 好吃耶 好吃... 你看它有豆皮喔 豆皮也是他們家做的 它豆皮的濕潤度很好耶 你知道豆皮如果做不好啊 它有時候接縫的地方 會吃起來乾乾的 對 然後會有一個油薄味 油... 它這個的口感很平均 然後吸飽的湯汁吃起來 整個是一個濕潤度滿分 那我覺得大家都吃了 這些基本的品項 當然... 我們來吃個大魔王好不好 什麼意思 大魔王就是如果你是 臭豆腐的重度愛好者的話 來這邊一定要點 他剛剛一來 我們這邊全組的人都 有聞到的 那是什麼 這是夢多的生日蛋糕 Yeah Yeah 飛機動 你生日幾號 7月18 不管它 就是今天 Yeah 涼飯的生的臭豆腐 Yeah baby 生日快樂 吃你生日蛋糕 Yeah 生煎餅 你先回我們看嘛 好... 有在其他人身上 聞過這種味道嗎 有 這個是比較強烈 味道比較強烈 但是... 好 我跟你一起啊 我也吃... 它的質地看起來 好像那個起司喔 我吃了喔 它就是紅色起司嘛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好好上去吃 讓我吃一下嗎 好... 不好意思... 不會錯耶 如果你覺得沒有味覺的話 那就是確診 沒有 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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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會那麼錯 嘴巴裡面只有豆香味 對 豆香味 很好吃耶 而且日本人不是用豆腐 就是加醬油啊 菜裡面就是這樣吃嘛 對 有一點那個感覺 但是它的豆香味跟自然的甜味 比那個太強烈 好吃 完全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超滑嫩的 好好吃耶 我知道它的口感很像 你吃鹹豆漿啊 然後如果你把鹹豆漿 加得比較多醋 它不是會有點凝固 然後把水瀝掉之後 就是這個口感 濕潤的口感 我覺得OK啊 我覺得愛吃個人應該要 一定要來這邊朝聖一下 來了... 而且妳剛剛講的蛋飯 原來是這個啊 看起來好簡單 這在別的地方妳有吃過嗎 對 這個感覺好像以前阿嬤 有做給我吃的感覺 但是看起來就是 品香裡面沒什麼材料 就是剩下那個雞醬 然後不知道多什麼對不對 就是放學回來的點心有沒有 可是超級香的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個醬油的關係 零到就把那個蛋香逼出來 就是這樣 眼睛變大了 好好吃 但是那個蛋好香喔 而且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阿嬤都會給我們醬油淋白飯 然後它那個醬油跟蛋 炒在一起很香很香 那個豆香跟蛋漿都跑出來 然後再配白米飯 真的是好罪惡喔 好好吃 很香 醬油的豆香味好香喔 是 好吃耶 但是那個醬油的杏子 其實就是蠻鹹的 是 很被白飯 然後就是讓我想到 我的那個高中啊高中 還在發育的時候 都只好餓 我那時候還長大嘛 其餓很多熱量嘛 其餓很多蛋白質嘛 是... 就是那個時候 你看大家多看 這個真的是 實際上我們日本人 小時候沒有吃過這個 但是感受到你們的 小時候的回應 對 好吃 而且你看啊 它因為它的招牌 就是這個碗粿嘛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可能口味 感覺比較清淡 這個上面啊 臨上他特製這個肉燥呢 這個味道又不一樣了 對 怎麼那麼Q彈啊 好Q彈 就像我的皮膚 吃起來好嫩喔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米香 好濃好香 然後再配上它這個特製的呢 它這個肉燥的這個醬 還有散散紅蔥頭來提味 Oh my God 還有剛剛我們接了很多的 關東煮 我跟你講 裡面有一些就是 我們平常看不到的一些材料 我吃看看喔 剛剛那個是 是不是老闆的那個 推薦的豆 對... 我腰下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全部都噴出來耶 它是吸吸所有的那個美味 超級好吃 那上面的醬很香 吃看看 有它的豆香 還有它剛剛淋上去的 那個肉燥香 超好吃 厲害... 真的很棒 而且剛剛這個 苦瓜香肉這邊有沒有 這個真的太棒了 它的苦瓜你吃下去 就覺得好汁 苦瓜是汁的喔 而且裡面的部分 它不是那種絞肉的部分 吃起來就很像 你在吃鳳丸的感覺 是鳳丸 對... 好 鳳丸魚丸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硬硬的 很Q彈 很Q彈 苦瓜好苦喔 那你點的是 好 我先唸一下好了 我發現你 我每次沒有錄的時候 你一直在吃這個 快吃完耶 你到底多餓 太好吃了... 那我想要來吃一下這個 養顏美容的豬皮 而且你真的沒有在觀眾組 吃過豬皮的 而且天然的膠原蛋白 它就放在裡面 你看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依據我對料理的專業呢 我看出來老闆 它豬皮有點炸過 然後就把它變成觀眾組 然後它吃起來有一點像 很像竹生的口感 而且裡面有一點 那種風風風風風風這樣子 對不對 有耶 真的有耶 對啊 這個不然是我以前 這個豬皮跟這個不太一樣 對 之前的豬皮 是比較QQ 長沙子的 它就是裡面有一點竹生 這樣子好像有一點 好像我們玩小時候玩 泡泡子有沒有 好好吃耶 汁香味很香 很香... 很棒啦 這個也是阿嬤的味道嘛 對不對 所以來到我們這個雲林 這條老街千萬不要錯過啦 真的 會有很多你印象不到的驚喜 走六老街一定要來吃幾乎怎麼樣 很棒 妳看妳有拍它吃成這樣嗎 有 經紀人看到 我有乖乖的留一些白飯跟多 對啊 真的是 我跟妳講偶爾出來走一走 很開心嘛 真的 而且我原本其實真的 對於要來雲林 我有點緊張 因為想說 因為我對於雲林很不熟 然後就今天光是前面兩天 就已經不得了了對不對 它就很想買 很想帶了 對啊 我說楓翼啊 楓翼 除了我們時尚玩家 堅強的主持陣容 這一次的金鐘獎 還有什麼好看的 肯定好看的 瘋狂總部你肯定看過吧 那一定是看過的啊 怎麼了嗎 小梁哥 小梁哥我知道啊 怎麼了嗎 小梁哥的爸爸 就是這一次金鐘五種的 終身成就獎得主 亮修生前輩 梁島 是...妳說得沒錯 我還真是打不盡 不過梁島怎麼了 非常的厲害啊 除此之外我身為什麼 時尚小百科 That's right 所以呢 身為時尚小百科的我 我也是知道梁家他們一家的愛店 是什麼 我們到了 就是這一間 紅到日本去的 刀削牛肉麵 這樣子老淘吉前輩的愛店 感覺不用吃也不用聞 就至少一定是好吃啊 好 那你就待在這邊 我也是開玩笑的啦 好 很豐盛耶 我跟你講 尤其是這一份 這個肉絲炒餅 它的分量很巨大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很經典 番茄牛肉手削麵 我們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整坨整坨 那個手擀麵團 你一定也以為這一碗是麵 那它是什麼 牛肉泡餅 泡餅 把這個蔥油餅也泡進去 對... 這樣會不會很違和 因為我沒有吃過 我也是還蠻擔心這件事情的 但反正我們就吃吃看 說不定它很搭 好吃我們就按一下 真的 自己以為是美食家 這牛肉真的好大塊喔 而且你這個有帶筋耶 我覺得它的牛肉啊 除了很不彩 除此之外我覺得 它的牛肉裡面我覺得 吸滿了那個番茄湯汁的甜味 煮進去了 跟菜的甜味 給觀眾看 它這個應該是腱子肉 然後肉跟肉中間 就是有帶那個筋你知道嗎 你剛剛那樣咬 我就覺得天啊 好軟嫩的感覺 完全不彩 非常的香 然後 過... 滷得非常夠味以外 入口即化 壓口不好的真的可以吃 而且它這個汁完全是吸收在裡面 吃起來就非常的甜 然後帶有一點點番茄 一點點微微的番茄的酸 這個驚不得了 好好吃喔 它的湯非常非常的甜 我覺得它的番茄整個被炸得 乾到就是整個 牛肉不再是那個主角你知道嗎 它是牛肉的香氣 可以陷在這個番茄湯裡面 我的天啊 而且你不要看它湯這樣 會以為很重口味 對 它的湯很清爽 很順口 然後我覺得甜味大於肉味 我這個是刀削麵 它的刀削麵非常有勁道 然後你看它把番茄跟牛肉 燉得那麼軟爛對不對 然後加上這個勁道的刀削麵 整碗的口感就會很豐富 它的就是麵的Q度 煮得很恰到好處 對 來 對耶 你泡餅還沒吃對不對 我覺得剛剛入口的時候 需要去習慣它 吃蔥牛餅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蔥牛餅 它在吸附這個牛肉番茄湯汁的時候 我覺得意外的和諧 整體吃起來是搭的 那個口感很特別耶 對不對 那個碰碰的皮 泡在這個牛肉湯裡面 很滑溜 跟刀削麵的風情不一樣 不一樣 你喜歡那種吃起來很過癮 吸很多汁的就點泡餅 那如果你喜歡很勁道 很有咬勁 你就點他們家的刀削麵 他們家所有的麵食都是OK的 你知道嗎 吃牛肉麵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你知道嗎 後面的這個酸菜不得了了 你知道牛肉湯一定要配酸菜 就是要加在這個湯裡面 配著一起 這個也是小梁哥 都一定這樣子 老套吃法 老套吃法 然後這個酸菜是他們家純手工多的 淋上去 對了 就對了 先嘗一下 你那樣配就是對了你知道嗎 一口粗 我懂了 我懂了 加上酸菜之後 能更顯出這個湯的甜味 而且你在一入口的時候 那個酸菜的味道 會直接先沖到你的腦門裡面 牛肉的味道跟吸滿湯汁 加上番茄的湯味的甜味 會慢慢的 混合在一起 對 混合在一起之後 那個味道又更甜 你覺得我這一口有辦法 可以 你只是像小百合耶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它的酸菜是帶那種酸淨的酸菜 鹹的也滿夠味的 大家就是加一點點 那個風味真的會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剛剛有說那個湯很鮮甜 然後是清淡 可是如果你加一點酸菜在裡面 畫龍點睛 通過 而且很少看到月軒這樣 茶碗 完食 真的沒有吃過炒餅耶 好好吃喔 它連高麗菜都超甜超脆 都一個人入門 你聞看看 也很有互動感 當然 好 如何讓高麗菜 在這個大火快炒的時候 不出水 還可以那麼脆 不爛 很厲害 同時又有鍋氣 你想對了 它的鍋氣味非常的重 超級香 炸牌子 它名叫 很多人有一點 很多人有一點 對不對 我覺得它吃起來 它的肉有一個 別的地方的排骨 吃不到的一個香味 那個香料醃漬的味道 恰恰好 那個香料裡面 應該有一些秘密在裡面 對 我覺得不愧是良家三父子 愛吃的老陶店 重點是 身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你們很有福了 這個就是在台北市區裡面 松江南京 走路很快就到的 一個巷弄美食 也是銅板架 對 然後他們進來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他們家 很多的小菜 不夠秀耶 那個小菜也看起來好好吃喔 但因為今天把這個 介紹給大家 就希望大家可以來 吃看看這個 我們良修生良島 良家他們愛吃的愛店 送給大家 然後除此之外 大家一定要持續鎖定 食材網站展開 也要看我們的金鐘五酒喔 下次見 掰掰 掰掰